所以 所以 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真的觉得 我们看一个人物 是不是可以尽量全面一点 做到一个什么地步呢 等一下我们会跟大家分享 总而言之 我觉得如果 我们要苛责一点的话 因为我们现在都是读书人 读书人 你所要受到的检验的标准 就跟情文是不一样的 我希望呢 我们看着情文 我们要反省的是我们自己 就是说 那么我们现在 能够在一个这么丰裕 这么富足的时代里 享受这么多的资源 我们从小有机会 可以得到那么大的 社会的一种培养 能够读这么多的书 你们知道读书 真的是非常非常花钱的 教育是非常花钱的一件事情 那么我们怎么可以 用情文的标准 作为我们的标准 尤其把情文过分张扬成一个什么 性格高洁的人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严重的误解 因为我们会以为跟他一样 就表示说我们一达到人格的高度 这恐怕是答错特错 我们来看一下传统对于真正的读书人 他会期望你 由内而外所展现出来的风范是什么呢 你们来看一下这个 论语里面提到的孔子是 子温而立 威而不猛 公而安 意思就是说 一个有教养的人 他仍然可以保有自我 然而却不会形成对别人的压挤 甚至对别人的压迫 那么因此呢 我们来看上书里面有提到 据说是姚啦 姚舜这个最伟大的圣王之一 姚宁奎典略教宗子 就是说他找人来教他的孩子的时候呢 目标是什么 他说要执而温 宽而立 刚而无虐 简而无傲 意思就是说 你可以很率直 但是呢 你同时是温和的 那么秦文的率直 就已经到了夹枪带棒 伤人的地步 这就是我要提醒大家 很多事情 不是那么简单 用一个字 用一个形容词 就可以解释一切的 就好像什么叫做勇 勇就是这样 秦文那样子就叫做勇吗 那就错了吧 勇还要懂得恐惧 勇不能无知 不然的话 你就会这个 以勇 以不逊为勇 等等这些问题就会出现 所以不要被这些字眼所迷惑 不要因为加个爱字 加个直率 加个什么 表里如一 我们就以为 这就可以行骗天下 就变成真理 天下少理哪有那么的简单呢 所以你看要直而温 然后宽而立 你可以很宽和 但是不能到了相怨 到了助纣 为虐 到了姑息 养奸 同样的你可以非常刚强 刚强当然也是一个人格特质 可是如果他刚强到了 对别人造成伤害 因为很刚强的人 通常那个自我也会很强烈 这个事实上也会在人际里面发生问题 所以你要刚而无虐 不要虐待伤害到别人 然后简而无傲 那么你就可想而知 事实上人生的道理 真的是非常复杂 而且呢 蕴含多种可能性 没有说我只要表里如一 所以我就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哪有这种道理 你很表里如一的 把你的嫉妒表现出来 你很表里如一的 把你对别人的冤枉表达出来 那怎么可以呢 只因为你表里如一 所以什么都可以 这个是一个很奇怪 但是很常见的误解 所以我们世上呢 有很高的人性发展的可能 我们的提升 要经过千锤百炼 要经过许多的反思 而且要对人性的复杂为妙 要有更深刻的认识 这个时候呢 我们才有可能成就一个大人格 秦文是远远谈不上什么人格的 谈不上大人格的 他只是一般人 有他的小小的优点 还有呢小小的可爱 可是呢也有很多 我们也同样必须反省自己的缺点 所以我必须说 必须说 传统以来 对于秦文的这个人物论 环绕着两个主要的核心 一个呢都是认为 他是心比天高 觉得他有一种很高的稚气节操 一个呢是因为他受冤而死 所以读者们产生不平之气 那么无论哪一种都指向一个核心 那就是呢我们的读者认为 率真自然 这是一种人格价值 所以你只要率真 然后呢你这个顺其自然去表现自我 在我们现代的这个个人主义底下呢 就会把它当作是一个人格价值 可是我认为这是错的 我认为是错的 事实上呢秦文的心比天高 只不过是一种阶级的傲慢 并不是真正的一个稚气节操 我们花了很多时间从具体的文本来提供证据 是希望大家澄清很多我们范畴物质的这些迷雾 第二个他虽然受冤而死 你为他不平 然而实际上其中呢 还是呈现出他性格中不稳定的 其实呢不会被 就也会被造次颠沛所改变的心性 就这些来讲 你也不能够完全为他隐晦 所以我认为 我认为把秦文的这些性格 当作人格价值 然后呢认为他是遭到社会的无情摧残 以至呢这一个美好的人就被毁灭 然后呢就把秦文塑造成为一个高贵的 超俗的悲剧英雄 我认为这样的一个诠释方向是有问题的 事实上呢秦文他呈现出来的只是人格特质 并不是人格价值 而这些人格特质呢也必须说 不是那一种贫贱不能赢 威武不能去富贵不能赢的 这一种高贵这一种人格境界 我觉得他只是一种很常见的人性而已 在不被要求不被学问 不被文化所雕琢 所千锤百炼 你就容易到处看到的这种人性 只是因为他长得很美啊 只是因为呢也有他的这个念旧等等的优点啊 然后又跟宝玉很亲近啊 所以我们读者就很自然的偏向他 但是这么一来我们会不会受到一种阅读的不自觉的心灵的误导 以至于我们对这个人的认识就会有了偏差 所以呢我们花了这么多的时间 实际上我并不是要来这个归咎秦文 我做的这些博证的工作 只是想要证明一件事情 或者是想要提供一点我对这个人物的看法 以及我借由他来做的反省 那就是说没有受过教育的情文 你看从小也没有父母不记得家乡 跟着一个那么样粗糙的一个孤舅哥哥 老实说他真的也见识不到什么样子 怎么叫做真正的高贵的 那么深刻的伟大的灵魂 所以他拥有的其实是一个很质朴的人性 有他的优点 可是呢可能有更多的缺点 那人格不能说他低下 没有但是事实上他也谈不上高贵 所以说他可以对他所爱的宝玉 拼死命的并不却金球 可是呢同样的啊 他也没有具备富贵不能赢 贫贱不能移的这类的君子的情操啊 这个也是我们不能够为他隐晦的啊 所以整体说来 我们所看到的情文 完全吻合作者所为他设定的 这个他的成长背景 以及呢他有没有受过教育 有没有受到文化资本的这一种涵养 事实上呢是非常合理合情的一个独特的人物 那么他反映的是什么呢 是宝钗所为的 我们很喜欢的这句话 他说不拿学问提着 便都流入世俗去了 所以我觉得情文他没有例外 他并没有学问 这不能归罪于他 所以我一直说我们不是在批评他不好 可是他实际上就是一个流入一般世俗的 这样的一般人 那即使是优点 我觉得啦 即使他有这些优点什么 并补却经求啦 那一种勇还是有一种 抱我平和的蛮勇的那一种 色调在里面 都因此不免于一种直谱 乃至于粗糙 这不就是作者所说他所说的使力 不使心嘛 那不使心的那个使力 都是有一种naive在里面 那种naive当然很有力量 很有一种强韧的那一种力气在里面 但是呢 他真的会有一种粗糙在里面的 所以情文他真的不优雅 这个你是必须要承认的 所以当然呢 人格特质 形形色色 有的我们可以比较 有的呢 也不一定要比较 我们就是各自欣赏 这个独特的人的那一种独特风貌 所以说 简单来说 我真的没有要用来否认 情文的人品 我觉得只不过是在提醒大家 情文的种种反应 基本上只是一个很合乎平凡人的 一种人情势力的表现 他不必因此而低劣 但是也没有因此而高贵 那他就是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 一般的庶民 那就这一点来讲 我觉得我们不要脱离文本 给他过犹不及的情绪性的评价 就这一点是我很希望大家能做的 那当然必须说啦 那情文是曹也勤所塑造出来的一个笔下风景 非常的动人 真的 我们也必须同意 那么读者们 也有很多是因为情文而受到感动 那么这一点 跟我们之前所提到的情文的种种的问题 其实并不冲突 而其实是可以相容的 那么再质朴的人也可以有他很可爱的人性的光亮 他不见得是来自于一种君子的光辉 可是也有他作为一个人 尤其他绝对不是坏人 也有他很可爱的地方的这样的一个人 那么他当然也可以在作者的妙笔生花之下呢 产生很动人的这个感染力 所以呢再加上 再加上曹雪芹事实上写这部《红楼梦》 我们都知道 他实际上是为了要为规格招传 或规格招传 对不对 他就是要为这么多 他亲身经历过的 领略过这些女子的各种美好的 这些回忆中的美好形象 来进行一个追悼的 以及呢在线的这样的一个文学的书写 做的努力 所以他对他笔下的金钗们都是联系啊 怀念啊 悲鸣啊 所以第五回的那个《红楼梦》曲的那个 序曲不就说他是要演出这 怀金道玉的《红楼梦》 有没有 他是怀金道玉 那金跟玉就是包含这一切的女子在内的 所以我们说他对他笔下的金钗们 大概都是联系怀念悲鸣的 那更不用说啦 《红楼梦》开宗明义他的序言 就已经明确的表示说 经风尘陆陆 一事无成 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 一一细考教去 绝其行止见识 接触于我之上 和我堂堂须眉 成不若比群差哉 所以我之罪顾不免 然规格中本自历历有人 你看这个历历如晦的那些英容笑貌 他说万不可因我之不孝 自乎极短 而一并使他们泯灭 所以他才要透过书写 为他们造型 为他们塑像 然后在小说里面 散发出永恒的光辉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写作的主旨 跟一个创作的动机之下 当然所有的笔下的人物 必须说包含习人宝钗这些 我们现在读者 常常很容易有负面成见的人 曹雪芹都是用同样这样的心态 去呃呈呈呈呈呈他们的哦 因此呢在小说里面 每一位女子都是活色生香 都历历如晦 那么他不但在小说家的脑海里 也在读者的眼前 真的一平一笑 言笑呼吸 简直如在目前就亲近的 如同我们身边的朋友一样哦 那么所以 所以回到秦文身上 即使是对秦文的火爆焦纵哦 我认为 呃一方面当然是呈现出 秦文不假雕琢的那种很直谱的人 呃一种个性哦 他的人格特质 可是我觉得作为一个小说家 曹雪芹在怀念 呃联系他们的同时呢 他其实也是用一种 欣慰盎然的角度来欣赏他们 请注意 对秦文的欣赏 我认为是要从这个角度来说 这个欣赏不是说 啊你达到一个很高的人格高度 所以我好欣赏你赞美你 把你比喻做屈原甲义 把他比喻做屈原甲义的是 贾宝玉不是曹雪芹 那曹雪芹的欣赏是哪一种欣赏呢 我想了很久哦 就是说一方面我真的是在呈现他的缺点 可是我对他的缺点其实不是抨击 也不是厌恶反而把那个缺点写的这么活色的生香 这么的逼近在我们眼前哦 我觉得这个小说家事实上他是超越他对这些人物的好恶 吴宁他是用一种有一点像造物主的那种角度来看 这些他笔下呢被他所创造出来的一些人物 他觉得这些人物都好可爱 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特点哦 所以呢是用一种兴慰盎然的欣赏 然后呢欣赏这些人世间的种种人性风景哦 我觉得这种角度比较接近是说心语 你们知道是说心语是不是就是对人物风流 然后呢所留下来的非常第一手的 甚至当然也有包含第二手的各种记录哦 那里面的就是收罗的形形色色的各种人 怎么说呢来我们来看一下哦 试说心语里面反映了哪些人哦 你看一下好好玩哦 他从人物身上去发泄或欣赏各种性情的美感 真的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哦 在这个试说心语里面包含什么呢 从一开始我们可以看到他分德性言语正式文学 有没有 试说心语一开始的那个顺序 占优先的就是这四个 这四个其实呢叫做上卷 其实只要对传统文化有一点接触人都知道 你一看到德性言语正式文学就该知道 这是出自于论语 而且这叫孔门四科 你要达到这四类里面各种标准 你才能够登堂入世变成孔子的弟子哦 所以这个放在第一卷你就知道 试说心语不是没有人格价值的规范在里面的 可是呢当然呢 他还是可以欣赏没有这么好的人格 可是各有各的趣味哦 然后呢你们看一下中卷 试说心语的中卷有九个类 包含方正还有包含雅亮 这个雅亮就了不起的胸襟哦 不被自己的心情动荡 影响到你行为举止的优雅稳定的 这里面有很多非常精彩的记录 另外还有事件事件就是你要很有insight 懂吗很有鉴别力很有洞察力 诶这个也是了不起的这个情文实力不实心是绝对没有的哦 然后像什么平早赏玉归真 捷悟捷悟就是很聪明领略的很快 这个当然也是非常难得的 还有素慧素慧就是从小就是天才儿童 然后像豪爽等等酒类 那么这些呢就是对人格气量 还有材质各方面事实上的都做了区分 那当然请你们再看哦 还有其他还是有趣的 也甚至是深刻的人格哦 包含什么呢 你看荣指啊 还有呢自新片 还有气线伤势 伤势就是对死者那种一往情深的悲哀 那你看还有七亿 七亿就是那个隐居的 还有贤缘 贤缘真的非常了不起 能够帮助儿子帮助丈夫的那些聪明的女子哦 另外你看还有什么巧艺 丛领 还有韧淡 有没有 他对韧淡是把他放在下卷 当做一个很独特的类来欣赏 你看还有简傲 哎刚刚上述里面不是说简而无傲 有没有 但是简而傲的人呢 试说心语也收进来啊 他也觉得这是一类很有趣的人 我们可以欣赏他 你看还有什么轻敌啊 什么简令 简色到 就是简朴到很吝啬的 他也觉得这也是一种人 还有你看太齿 就是非常奢侈的 你看 奋卷还有什么残险 油毁 疲漏 瘤 瘤 愁戏一堆 好 这个二十三类就是下卷 那在这个下卷你就知道了 形形色色各式各样的人 但是他放在下卷 这个跟上卷就是不能相提并论 然后呢 其中有谁呢 我觉得很接近情闻的 就是王兰田 奋食鸡子 有没有 这个故事我中学读到的时候 觉得好好笑我 然后呢 好笑在哪里 就是好奇怪 这人干嘛那么爱生气 而且生气成这样 你们到底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啊 有吗 那我就不形容了 为什么跟一个鸡蛋过不去 到这种程度 你们不觉得很怪吗 那你就直接用手拿起来 吃掉不就好了 干嘛闹成一堆 然后最后一定要把他踩碎 才觉得很高兴 很痛快 然后觉得出了一口气 你不觉得这个王兰田 真的是很 真的也是脾气爆炸到说 只要一点不如他的意 他也要我毁了你为止 有没有这种感觉 那我就在想 曹雪芹对于他笔下的这些人物 到底抱着一个怎样的心态 然后于是呢 我感受到 他比较像是说星语 就是说 你看 类似于王兰田奋食鸡子 鸡子就是鸡蛋嘛 那秦文不也是很接近吗 他只是不跟鸡蛋过不去 可是他跟很多人过不去 然后呢 只要一言一语不合 一句话不投鸡 他就把人家劈头夹脑骂一顿 而且都夹枪带帮 那个话都很重很难听 所以呢 会不会 曹雪芹在写情文的时候 比较类似这样 就是说 我笔下形形色色 各式各样的人 各有风采 各有他的这个特质 然后呢 我们把他当作是一个 人性的一种类型 事实上呢 也可以去欣赏他的 那曹雪芹不只是欣赏他 他甚至呢 用他是独特的先天摒弃跟后天的环境 他又给你一个非常合情合理的人性的一个论点 来让你知道说会形成情文这样的个性是完全有他的这个道理在里面的 所以他所塑造出来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样貌 而就这点来讲绝对不是以价值为主的宣扬 就像是事说心语一样要注意 他事实上还是分上中下 上卷一样还是要用儒家的标准来衡量 即便我可以很欣赏王兰田奋食机子 可是他是必须放在下卷 懂我的意思吗 所以从这点来说呢 我们请大家要注意一件事情 在事说心里面有一段很多很有趣的故事啦 我们现在只是讲一个曹雪芹笔下的贾宝玉跟秦文的关系 这个绝对不等于曹雪芹对于秦文的看法 就在这个荣子篇里面 你看到是放在下卷 这个荣子里面就有一个记载 你看余亮也是当时的太尉 这也是那个世家大族 那么他趁着秋夜呢 就让殷浩等等的部署 到那个南楼去奏乐行乐 他就他也是一个蛮宽和的一个长官 那当这些部署们玩得很高兴的时候呢 余亮驾临你知道吗 那部署们当然啦 有了长官来是就要各个都要衣礼来迎接 对不对 然后呢结果这时候余亮就说 你们不拘小节啦 自己呢反而就跑到胡床上去 很自在的跟他们一起同乐 那有人就认为说 从容纸片你可以看到 这就颠覆了我们对于魏晋士族 严守礼法 重视未接的刻板印象 然后也看到了长官跟部署之间的 那一种很平等的 很亲近的人情之美 有没有 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这段 让我们想到了谁 你不觉得很像怡弘愿吗 对不对 真的像怡弘愿啊 宝玉对他的下属们不也都是这样吗 所以呢 所以我才会一直说 一直感受到后来我想应该是 此理可通 那就是呢 曹雪晴作为一个小说家的那一个视角 他的创作地位 笔下的宝玉跟秦文 尤其是秦文这个人的塑造 就很像是世说心语 他面对他所处理的这么多形形色色的各种 人格特质跟各种人的风貌 可是这不等于是说心语对于人格的价值的排序 懂我的意思 所以是说心语可以欣赏你们这样一个去除了等级 不遵守礼法的那种人情之美 可是你就要放在下卷 但是我一样欣赏你们 但是真正要提到人格价值的时候 很抱歉 你恐怕还是要放在下卷里面 那么所以呢 就这一点来讲 我觉得曹雪晴他事实上 还是在很传统的这种伦理价值观里面 各位还记不记得我们以前提到过 我们以前提到过 在第五回保育神犹太虚幻境的时候 还记不记得博命司里面 那些金钗门所归类的那些布册 是依照什么作为划分的标准 不就还是等级吗 政策都是谁 放进政策的是不是都是千金小姐 对不对 即使桥姐儿都在里面 可是呢放在那个又妇册 又妇册是等而下之的又妇册 是谁 是习人跟秦文 那个所以放在又妇 因为他们都是丫鬟 那中间的妇册是不是就是相邻 有没有 那因为相邻不上不下嘛 他既不是真正的主子 因为他后来被拐卖 对不对 可是他出生又那么好 所以没办法 政策也不算 那又妇册也不完全可以涵盖他 所以他就放到妇册去 有没有 所以你看 事实上呢 红楼梦在很多地方 他事实上还是在一个 等级制的礼法里面 应该连太虚幻境 作为一个神的世界 可以不管人间的秩序的 他依然还是按照这个人间的等级礼法 来作为安顿的依据 各位就可想而知 另外 那么人格的高下 严格说来 他还是可以分上下的 我觉得在这一点来讲 秦文他事实上真的不能算是怎么了不起的 以人格的价值 以人格的价值来这个推崇的一个君子型的人物 他必须说真的像是说心语一样 他非常可爱非常有意思 可是他得放到下卷 这我觉得是红楼梦所反映出来的一个看法 我看到的是这样子一种等级 那么所以即使秦文非常的可爱 也有他很好的优点 也有被作者描写的非常传神写照的那一种风采在里面 但是必须说 这是在曹雪芹作为一个像造物主一样的地位 创造形形色色的人 那么所具体化的一个特定的对象 我觉得他也许也在他的人生经验里面 得到一些创造的素材 也有一些蓝本的依据 而那些现实中的依据呢 可以说都是曹雪芹自己 伴随着他成长的往日的记忆里 真的在过去温暖的回忆里 成婚朝夕相处 耳病思磨 所以留下来的英容笑貌 那么在他透过追忆的笔墨 重新召唤他们回来的时候呢 感到是如此的活色生香 亲切温暖 那么也因为这样 所以呢这些人物的种种缺点 就变成了一些无伤大雅的 因为在他们共同交织的人生 以及刻骨铭心的深厚情感里 这些缺点呢就变得不那么的重要 但是他并没有隐晦他们的缺点 所以呢所谓的规格中本自利利有人 我觉得应该在曹雪芹的笔下 是渗透了他对这些人的一种 由衷深厚的感情 所以呢他一方面请注意 把这些异样女子的小财为善 描写的传神写照 你看异样女子跟小财为善 都是小说家 这个是在第一回里面有提到的 他们确实不大一样 可是是不一样不代表 他们就是伟大的人格 或者是可以作为人的范本的 不是吴宁是像誓说心语 里面呢放在下卷的那些人 他们都很异样嘛 你看王兰田不异样吗 跟一个鸡蛋气到那样过不去 真的很特别啊 可是这个特别根本跟人格高度是没有关系喔 所以红楼梦也一样 他写的是许许多多的异样女子 而他们拥有的是小财为善 可是写的这么的感人喔 因此呢他们的一饮一食一平一笑 在曹雪芹的历历如晦之下呢 就好像我们自己的朋友一样也令人流连依恋 可是请各位真的也同时不要忘记 曹雪芹也没有辜负小说家探索人性 也来关照事情的责任和能力 小说家绝对不能够把他笔下的人物当作他自己好恶的传声筒 懂意思吗 这么一来他一定是一个二流的小说 这个是在西方非常发达的叙事学跟小说理论里面都一致公认的 一个小说家必须要超出他笔下各个人物的一切 他必须要客观的看他们 而且呢要能够很艺术化的精彩的呈现他们 这是小说家的责任 而也应该你要有这个能力来实践这个责任 那么没有能力的人呢 即使有这样正确的态度 他写出来的小说依然不会是伟大 可是呢 那么有能力却不按照这样的一个小说家 超然的责任的一个创作者 他也注定会写出失败的作品 所以呢请你们注意 当小说家他要探索人性 观照这个世界的整体的一切 他在做的工作是 就像米兰昆德拉所说的 他是在对人类生活给予一种总体的考察 这个总体的考察呢 那么他背后的那个小说家 必须要维持着一种客观理性的洞察力 他绝对不能够让自己的好物去扭曲 或者呢是去偏颇他笔下的人物的 所以我认为曹雪芹是达到了 这样的一个小说家的一个境界 而这个境界呢 你如果要从中国的传统文化 对于君子 对于一个崇高人格的一种要求来讲 那么曹雪芹也事实上完全达到 这个就是礼记在驱离里面讲到的两句话 我非常的喜欢 真的我们待人处事甚至做学问做研究 我们都应该要抱持这样的一个标准自我要求 礼记驱离说我们要爱而知其恶 增而知其上 那么礼记当然是礼的一个一部重要的经典 那么在礼当中我们的心性修养 我们的这个灵魂提升 实际上他正在告诉你 怎样可以做一个很好的君子 那么好的君子就是爱而知其恶 你不能情人眼里除息失 然后完全呢就用自己的好物 变成呢 愉悦奋济变成一个客观的标准 相反的 你要很开阔 很全面 能够尽量看到事情的所有面向 以至于你很喜欢他 但是你同时要能够知道 对方有这么多的缺点 所以叫爱而知其恶 同样的 你对于你不喜欢的人 或不喜欢的事情 你也要有足够的客观 然后足够的理性 维持住自己的重肯的眼光 于是增而知其上 你很讨厌的人 你都还能够真的知道他的优点在哪里 你事实上才是一个真正伟大的人格 而且你才是一个理性客观 也因此呢 你逼近真理会更进一步的人 我觉得我们的读者 很难做到这一点 常常呢 爱就觉得什么 欲其生 有没有 然后恨就欲其死 然后呢就开始把自己的好多成见投射进去 真的不可以这样 因为 因为 你在耽误自己 真的 我最喜欢跟同学们分享的一个体验就是说 你要做这些都可以 你要爱冤枉人 要老是自以为是 要老是把自己看得太该死的重要 然后用自己的毫无当作真理来批评别人 老实说 我尊重你 因为这个是我们本来的一个应该有的文明的态度 但是我必须告诉你说 你事实上真的是在耽误自己 你不但言语会伤害别人 那么事实上这还是其次的 真正最关键的是你在耽误自己的判断力 你在耽误自己的这个分别力 然后呢你让自己一直停留在一个成见的意见的层次而不能够提升 说实在的最大的损失其实是自己 那么我们可不可以尽量不希望停留在原地 然后了解到说原来伟大的人格可以是什么样子 而曹雪芹作为一个伟大的小说家 如果你愿意承认的话 你愿意同意的话 那他是不是也真的是进到了小说家 他所能够达到的最高境界呢 那在这样境界底下 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要让自己也学会面对小说中的形形色色的人物 能够做到爱而知其恶 真而知其善呢 那当然对我来讲 我对这些人物是没有爱也没有真 对我来说 他们其实就是一个这个伟大的小说家 把他丰富的人生历练 把他很深刻的对于人性的见解 跟掌握 然后以这么精彩的方式 这么详尽细腻的呈现出来 我愿意做一个不辜负这样的小说家的一个研究者 一个读者 而也同时透过这个小说家的引导 那也让我增加对这个世界的更深刻 更宏大的认识 这也就是我觉得 我在这么多年来读《红楼梦》的一个深刻的感受 那么所以对于这个情文来说 确实他就像这个试说心语一样 同样呢 把他的一个独特的特点 放在他的这个试说心语里面的分门别类里 那么他也确实跟其他的女儿们 各有其精彩绝艳的风姿 你看像第39回 那么这个是宝采他们一些组织们在评估 在这个等于说在评价 这些各房的优秀的丫头们的时候所说的 他说你们这些人真的都是百个里头挑不出一个来 没有在个人有个人的好处 那当然习人有习人的好处 平儿有平儿的好处 彩虾有彩虾的好处 在这第39回那一段前前后后里面 涉及到好多个很独特很优秀的女子 那当然情文也不例外 而这一番话也可以很普遍的用在小说中的各种女性人物身上 但是我们最后终究要说还是必须谈到 那么各有各的特点都可以被放在试说心语里面 被我们来欣赏 但是如果从人格价值的高低来讲 情文必须要放在下卷 那这个是喜欢情文的人 我觉得你们也可以好好的斟酌一下 那么希望我们尽量能够做到所谓的爱儿 爱儿知其恶 那么增儿知其善 那这一点真的很难 真的很难 我们往往在一时的这种强烈的好物体下呢 就往往就扭曲了对方 或扭曲了这个事实 但是过了那个情绪 我们应该要尽量让自己恢复到理性 理性真的是非常重要 而且是作为一个人可以说最宝贵的一种资质 只可惜他很困难 那么因此在这个困难的锻炼中 很多人事实上呢就宁可 因为好意勿劳的人性嘛 就放弃了追求 可是我觉得这是非常可惜的 我们读书真的是为了让自己变成更好的人 而更好的人不只是变得更善良 也让我们更有一种理性的 一种思考能力 一种客观的判断力 然后呢对于事物的表象 具有一种穿透的洞察力 我觉得这是我们在学习成长过程中 真的是最快乐的一件事情 那所以呢我想透过情文 我们谈的这些问题 也因为花了很多的时间 那么过程中啊 涉及到许许多多的细节的 这种理解 那我想我们就应该可以对情文告一个段落 我觉得假如把红楼梦也当作是一个女性的 试说心语的话 那么会不会提供给我们一个思考的方向 那就是说对于这么多形形色色的女性 真的是没有高低可言吗 我们可以同样的欣赏她 同样喜欢她们 同样的知道她们的缺点 然而会不会 她事实上还是展现出一种 我们对于人性的一个更高的追求的可能性 我们对于人性的一个更高的追求的可能性 我们对于人性的更高的追求的可能性